公元1644年 崇祯十七年 十二语 明司宗崇祯皇帝朱又简早已殉国 北方一主 清君入关 大顺大西那则各地各聚 你看崇祯老雄虽然很头铁 打死不难牵 宁愿吊死在井山上的那棵歪脖子树上 但他能牺牲自己却不愿意放弃王朝最后的希望 临死之前他曾经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出宫去 以妻复国 这仨儿子一个是太子朱慈朗 一个是定王朱慈炯 还有一个勇王朱慈赵 但是很可惜 由于北方陷落京师混乱 在这样的乱世局面之下 这仨儿子很快就失去了殷熙 失去殷熙那就是失踪 而在一种兵荒马乱西海一窜的时代背景下失踪 那基本上就可以被默认为已经死了 所以大明南都到南京建立南明洪光朝廷的时候 大臣们拥立的新军则是福王朱长寻的儿子 明神宗朱玉军的孙子朱游松 这个朱松我们一般称为洪光皇帝明安总 我们要知道崇祯殉国自禁之后 大明的宗室子弟总人数也有将近百万 他们身上可都有都市皇帝的血脉 所以从广义上来讲 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挺适合当皇帝 但问题是文贯集团们往往讲究尊奉组织 他们普遍比较认可敌仗子弟生制度 也就是选拔末代皇帝崇祯的儿子来接班 但什么问题是墨下崇祯的儿子们生死不明 但南渡建国可是迫在眉睫 所以出于权宜考虑 他们选择了血统较为亲近于大明血脉的朱游松为心理 而且在选拔朱游松的过程中 朱游松也不是唯一人选 还有不少大臣支持陆王朱长芳等级 所以综合看下来 朱游松能当上这个皇帝颇有点简陋的意思 他当上帝为没过多长时间 南明朝廷之下发生了一桩十分怪异的事情 南明朝廷有个部门叫做红禄寺 主要负责朝会礼仪工作 册封个皇子呀 加封个妃子呀 办个宴会呀 主持个祭祀呀 接待一些外国使臣呀 就都是这个红禄寺的工作 当时的红禄寺少亲是一个叫做高梦齐的人 高梦齐有个亲信叫做木虎 原是北直立人 从京市南下到南京的这个过程中 在路上遇到一个少年郎 他和少年郎虽然是素未平生 但是彼此相谈还算顺畅 所以俩人干脆一路上结伴同行 也算有个照应 俩人是白天赶路晚上睡觉 木虎惊奇的发现这个少年衣服的内衬里 竟然会有龙门样式 朋友们 普通百姓那都是玛蚁草鞋黑白灰 那年月不是皇庭贵咒 谁敢穿龙门内衣呀 没有金刚钻 谁敢瞎缆瓷器火 没有针分两 谁敢偷穿龙内衣 惊叹之下 木虎小心翼翼的询问这少年的身份 少年的也十分坦然 直言相告 说自己是崇祯长子 大明王朝的皇太子 朱慈朗 这话一说出来 可把木虎给吓坏了 他也不敢耽搁 立刻星夜赶路 带着这少年飞一奔南京 到了南京之后 高梦奇也犯迷糊 木虎说他是皇太子 少年也自称他是皇太子 但问题是 高梦奇在崇祯朝的时候 还不是少秦 而不过是个普通官员 以他的资格 他根本没机会和皇太子朱四郎见面 所以他也不知道朱四郎长什么样 在这样不追真伪的情况下 高梦奇决定 暂时把少年送到苏杭一带安置 等他言就明白了 再向朝廷报告 高梦奇告诉这少年 你到江南要低调 事情研究透彻了 肯定能证明你的身份 但是这少年呢 到了苏杭之后 不谨不谨 慎行 以逆行踪 反而是恨不得让天下间的老百姓都认识的 一天到晚 每次就是个招摇过世 而且在黎民百姓之间 还时常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尊贵模样 话里话外更是透露出 他就是大明皇太子朱四郎 可以说 很快引起了舆论的悬然大波 江南的老百姓 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太子朱四郎 那还是比较喜闻乐见的 因为吧 这个南明政权的首任皇帝 明安帝朱如松 他一直以来的表现其实并不是很好 他登基一时 就派出了大量宦官到南京城中搜罗女子 但凡碰到个姿色可以的 基本上都会被宦官强行拉到宫里冲入夜庭 他这样的举动 一时间引起了南京百姓们的骚动 为了给自己的母亲邹太后坐以轻贺 他下令大臣们三天时间 要在民间搜花一万两黄金 为了打造华丽的宫事 他又花去十万两白银 等到宫殿建好之后 朱如松却并不开心 而是独坐殿中的闷闷不乐 有太监壮着胆子问说 皇帝你怎么还不太快乐呢 是不是思念经世救度 敢怀先帝呢 朱如松说我的确是不太快乐 因为你看这宫市虽大 但是却没有西班五月啊 我们要知道 南明洪光政权的国座很短 只有一年时间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朝廷的财政收入却基本上 没有用来镇计百姓 解决灾荒 或者是兴建一些社会福利设施 而是对半分一半用于军费支出 一半则用于满族皇帝的高额开销 和穷舍给予的日常生活 很多老百姓对着朱如松呢 本来就有议论 现在又横空冒出这么一个大明皇太子来 可以说是满城风雨 议论纷纷呢 高梦奇一看 这事自己也兜不住了 没办法 只好秘密的给洪光帝朱如松上了一封奏书 说自己发现了疑似是大明皇太子的人 朱如松看到这样的报告 他心里也犯嘀咕 如果是假的还好办 那如果是真的 就很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啊 所以皇帝立刻派出自己的亲信宦官李济州 前往少年藏身的浙江去探查究竟 李济州到了浙江之后是马不停蹄 立刻把这少年从浙江带回了南京 这就算是把人给控制住了 人是控制住了 那么接下来就该验名正身 于是朱如松派了俩 当年曾经在重庄一朝半差的小太监去编认少年 这俩太监呢 咱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见没见过真正的皇太子 反正这俩人一见了这少年立刻就抱头痛哭 江南春寒撂翘天气湿冷 俩人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 披在这少年的身上遇寒 俩太监的行为 无疑是坐实了少年就是皇太子朱次郎 那么这个结果很显然不是皇帝朱如松愿意看到的 他勃然大怒 认为这俩太监不仔细辨认 更拿不出相要的证据 就贸认皇太子 直接就把这俩太监 以及一开始派出去的宦官李济州给杀了 这就算是灭了口 朱如松的内心是很慌张 如果这人是真的皇太子 那么他的地位合法性将会受到质疑 大明王朝亲戚之间抢皇位的事情不是没有 朱棣抢过他侄子的 明英东也抢过他弟弟的 一旦皇太子出事 他朱如松小则受人非议 大则退位让衔 无论哪种结果是都够他喝一壶 杀几个太监没什么 但眼前的这个少年 朱如松一时之间却有点杀不动 因为不杀此少年 这事还有回旋的余地 要是直接把这少年给杀了 那就是做贼心虚 那就是不打自招 那就是明摆着承认其身份的真实性 进退无惧的朱如松没有办法 他只能选择把这事公开审理 让大家伙来做个决断 第二天一大早 朱如松干脆把一般大臣全都找来 让他们依次来辨认 这是否是真的皇太子 这些大臣们又没见过皇太子的 也有见过但没什么印象的 还有不仅见过 还曾经见过好几次 甚至还有给皇太子教过书的 没见过皇太子的 比如总督军营太监卢久德 这是个太监领导 他左看右看 认为这人不像皇太子 有见过皇太子的 比如大学士王独 他以前专门做过东宫的教官 和皇太子生活过三年之久 而且还是密切接触 皇太子朱次郎化成灰 他也认识 但王夺也认为这人是假冒的 和皇太子哪怕是一分相似也没有 另外 王夺当年和皇太子讲学的地方 是紫禁城的端境殿 而少年则回答是文化殿 王夺拿出一些皇太子 曾经使用过的物件和器皿 少年也是一概不认识 当然 见过皇太子的也不止王夺一人 但是这帮大臣们是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翻来覆去 调过去的看都认为此人并非皇太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朱松玄战的心事彻底落下了 和之人就一骗子 假借皇太子名徒来招摇撞骗了 于是立刻贺令锦衣卫将其拿下 绑了个结结实实 这种阵仗一拿出来 少年也害怕了 立刻讨饶 然后承认了自己的确是家暴的 原来 这少年姓王明知名 这河北保定府高阳县人 此番弄虚作假 完全是为了引人注目 从而看看能不能换个富贵 真相属弱实处 但问题是 这件事已经在朝野之间造成了影响 有人明白这事是假的 可以有人拿这事当真的 或者说有人情愿拿这事当真的 目的就是来以此挑战朱如松地位的合法性 所以 尽管红光朝廷已经公开宣布 王志明是假皇太子 但仍然有人拿着这个由头来搞事 比如 在武昌手握大军的汉将佐良玉 他就一直和红光朝廷全臣马世英不太对付 马世英是内阁首府 朱如松这个皇帝实际上就是他用力的 而这个北来的太子 无论是真是假 都给了佐良玉行动的口识 于是 佐良玉打着清军侧 铲除奸臣马世英和保护皇太子 王志明的口号 开始向南京出兵 佐良玉要来收拾自己 马世英慌了 他立刻把原本在南京东线战场 用来防御清军的明军 调走去抵挡佐良玉 结果 驻防东线的明军一撤 清军抓住机会发动进攻 连下徐州渡怀河 攻破阳州市渡长江 一直打到了江苏的镇奖 红光帝主从见识不妙 只好是出奔吴虎 最终被清军俘虏 送回京师处死 一个招摇撞骗的王志明 竟然就在机缘巧合之下 掀起了如此巨大的风浪 南京红光政权的齿轮 因他而转动 最终就以这么一种方式 走向了灭亡 而至于王志明 到底是不是崇祯长子 是不是大明的皇太子朱次郎 此时此刻 已经不再重要了 好了 我是历史骑士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 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